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战70周年 纪录片冲天以抗战时的中华民国空军为主题 访问了两岸三地近40位飞行员和眷属 并且以这些女性的角度来回顾战争 当时空军飞行员的阵亡率将近五成 而且多数的人牺牲的时候都不到30岁 担任配音和旁白的张爱佳和金士杰都来自空军家庭 拍摄纪录片是我们一起面对过去还原历史 曾经有那么一群年轻人 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永别 每一次落地都必须感谢上仓 他们战斗在云霄 胜败一瞬间 我们在战争结束的70年之后 在去回望历史的时候 到底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 当我们滑行到停机舰附近时 听到总战长大声呼叫 已经20分钟就到 赶快起飞 就在这刹挪间 我看见了 血红得太阳高 记录中华民国空军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勇事迹 记录片冲天 跳脱一向阳刚的军事片思维 反倒用女性的视角来讲述 当年参与空战的飞官们的故事 我们就发现到事实上是在他们身边的这些人 尤其是女性 无论是他们的朋友 他们的爱人 他们的妻子 他们所关心的这些人 除了珍贵的历史影像和照片 冲天找来演员金士杰担任旁白 贾静文 张爱佳蔡灿德 分别担任许希林 林徽英和齐邦元的内心独白 搭配动画 声音表情 用叙事情感让观众体会史实的样貌 希林女士 出狱成战 获赌方姿 君秀温雅 令人看目 你轻轻来对我说道 希林 一定是那位姓刘的年轻人 飞得这样低 好猛 好险 这八位年轻战士都很勇敢 对于我们国家和抗日战争 充满了直率的信心 惠英现在成了我的姐姐 什么事我都得报告她才放心 里面当然能说的故事太多太多了 但我们想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事实上是人作为一个个人 在一个这样子巨大的历史背景里面 到底我们经历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采用了是一个非常近距离的 去了解这些人 他们的思维 真是有名 回不来就不要回来了 回得来就回来了 就是这样 冲天访问了两岸三地 近40位飞行员和他们的眷属 从人性角度 展现他们面对这场战争和人生的勇气 固然这些英雄们是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但是事实上也就是个人的死生 个人的情感 是大时代里面永远最动人的故事 因为这些人的故事 但是我们将一旦见到这场战争和人生的災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